即使是这里,也有水源的存在 每当干旱来临之际,后面包住储存的水量 足能支撑村民度过数月的旱季 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持续一年的干旱席卷了这片土地 在如此缺少水源的情况下,当地的村民依然有着充足的水源维持生活 这当然离不开阿道夫的慷慨解囊 62岁的阿道夫领着儿子前去打水 要想在干旱的土地寻找水源也绝非一事 但在非洲这个充满神奇的国度,一切皆有可能 这里生长着一种能储存水源的树 猴面包树 在干旱的非洲,能生存下来的物种都有其独特的过人之处 猴面包树有着长达五千年的生命力 其根茎能延伸到地下数十米的深度 它不需要太多的光合作用 在干旱的季节,稀少的树叶能防止水分蒸发 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留树干中的水分 一棵成型的猴面包树的储水量能达到惊人的一万两千升 俗话说得好 一树传三代,人走树还在 从阿道夫的太爷爷开始 这棵树就开始为村庄提供水源 但现在缺成了他的私有财产 父子二人在干旱之际 靠着猴面包树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为了能生产更多的水源 阿道夫要给面包树做定期保养 为了方便驱水 他们在树身造出一个窗口 持续的干旱 阿道夫已将这棵面包树的水源销售一空 进入到树身内部 巨大的空间让人不可思议 将近五米的直径 足够四个人在里面打麻将 同样也是年轻人约会的隐秘圣地 为了能让面包树储存更多的水分 他们用铲子遭击树身 猴面包树有着顽强的生灵力 即使树身内部已经楼空 他们依然可以存活 战争时期非洲难民为了躲避灾难 他们凿开树身 躲到面包树的内部 数百年过去 被凿开的面包树不仅没死 还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水源 阿道夫很感谢赴北一流的固定资产 让他从中获以良多 独辣的阳光炙烤的大地 但久违的雨季总会到来 在此之前 他们还需将面包树四周打扫干净 在地上挖出饮水的凹槽 以保证面包树在雨季能够吸收充足的水分 为了补贴家用 他们会取一些水源拿回去售卖 可以看出储存的水分非常清澈 为了防御蒸发 儿子用树叶将水桶掩盖 每取一次水 就可供家里食用一个星期 村民的食物 大烤面时加热搅拌后食用 食用的水源全部来源于猴面包树 随着乌云密布 雷声划破天际 久违的降雨滋润的大地 面包树发达的根茎 犹如海绵一般贪婪的吸收水分 面包树除了解决了饮水问题 成熟后的果实也大有用处 这种类似椰子的东西 就是面包树的种子 削开之后 里面有白色的果肉 这些果肉看起来和面包很像 这也是面包树名字的由来 其味道酸色 但有一些微甜 研磨之后可以制作成面粉 不仅解决了温饱 还能出手赚取现金 而面包树的种子经压榨 可以做成食用油 这种能吃能住能赚钱的神仙术 不愧是非洲大陆上的生命之术